有男士呢 要拜见美女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梳妆整理 今天介绍这位呢 我心情非常紧张 因为很久没有在我们花式频道出现 又再度回来 代表 花式我是不管 代表我们节目了 送给他一束花 希望他常常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之后 汤兰花 欢迎你回来 这个花虽美 但是跟我们汤兰花呢 拿到旁边了 那根本没有办法比较了 这比凋谢还惨 汤兰花的美是永远的 永远的汤兰花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高兴 有没有向我们联欢 把观众们问候一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 可以在华视的频道上出现 这个我们知道汤兰花呢 他也曾经透露过呢 在这边的制作环境来讲 演戏方面来讲 可能配合的比较好一点 所以希望呢 近期呢 能看到他的戏剧呢 跟观众朋友见面 不过话说回来 近期你几个月来 我看你这个也非常辛苦了 忙着拍戏工作等等 我向你真的很难得 有这么漂亮 能演戏还能唱歌 你保持年轻的魅力 他这个是怎么样 平常是怎么样 就睡眠通促之外 饮食注意 谢谢你这么说 我觉得一个人要保持这种青春的话 我觉得这个健康是非常的重要 是是 那么健康就是我觉得应该要 常常要做运动了 或者是在饮食方面 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平常喜欢就是吃水果啦 还有蔬菜 有空的时候做点这种健美操 哦对 现在蛮流行的 一般妇女都是做健美操啦 吃蔬菜吃水果啦 不吃肉啦 肉比较少吃的 就好像 好像生活都很正常了 也不会设计不正当场所啦 平常也不会来这个啦 对不对 所以生活特别好 睡眠也够之后 整个看起来比较亮丽动人 年轻是靠自己来维持的 不过到香港回来之后 是不是马上就要 我们华士来演一档连续剧 我希望尽快能够演一些 非常在制作方面 或者是故事体材 都非常好的戏来献给大家 太好了 我个人对戏剧蛮喜欢的 是吗 但是可能因为工作太忙 你要知道就像你看 你现在刚刚离开对不对 可能那边重心就不太稳 就跟我一样 如果离开综艺这个行列的话 我看我们华士这个 综艺间恐怕会震荡 所以说个人呢还是 安守自己本分 不我觉得一个演员啊 最重要就是说制作群啊 或者是这个故事 就是搭配的人都对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戏已经成功了一半 对对对 我们那个华士制作环境 还算真的不错 平安讲 我觉得非常的亲切 而且就拿今天灯光来看 你看 我们汤兰华小姐 你看看 坐这边感觉很舒服 也就旁边这位男士 他也是非常懂体贴 不我觉得一到华士以后 都感觉啊 每个人都脸都非常的亲切和蔼 不然那么连环炮呢 我们今天也开开心 跟观众们见面 我们希望有惊喜 更好的佳作 给观众们朋友 我们谢谢汤兰华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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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